在台湾,我的北京朋友因为骑警车把腿摔了,所以我们陪他去就医。 然后呢,在医院里我们就遇到了台湾的小护士超温柔。 然后在等盖的过程中呢,然后因为他听错了名字,本来是不应该叫到他,他就进去了。 然后台湾护士就说,李先生,还没有叫到你哦,再等一下下就好了,只要耐心等一下下。 然后开始就医的时候打针,然后我们陪他进去,然后小护士就会说,李先生, 我会稍微痛一下下哦,只要忍一下就过去了。 然后现场所有的北京男生已经不行了,就已经开始了。 然后我在边一直笑,然后后期小姐问说,啊,这位小姐,请问有什么问题吗? 我说,没有问题,就是觉得您跟我们北京的护士小姐一点点不一样。 然后对方说,啊,那北京的护士小姐是什么样子的啊? 我们北京的护士小姐是,叫你了吗?没叫你出去! 在台湾,我的北京朋友因为骑行车把腿摔了,所以我们陪他去就医。 然后呢,在医院里我们就遇到了台湾的小护士超温柔。 然后在等盖的过程中呢,然后因为他听错了名字,本来是不应该叫到他,他就进去了。 然后台湾护士就说,李先生,还没有叫到你哦,再等一下下就好了。 只要耐心等一下下,然后开始就医的时候打针,然后我们陪他进去。 然后小护士就会说,李先生,会稍微痛一下下哦,只要忍一下就过去了。 然后现场所有的北京男生已经不行了,就是已经开始了。 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笑,然后后期小姐我问说,啊,这位小姐请问,有什么问题吗? 我说,没有问题,就是觉得您跟我们北京的护士小姐一点点不一样。 然后对方说,啊,那北京的后期小姐是什么样子的? 我们北京的护士小姐是,叫你了吗?没叫你出去! 在台湾,我的北京朋友因为骑行车把腿摔了,所以我们陪他去就医。 然后呢,在医院里我们就遇到了台湾的小护士超温柔。 然后在等该的过程中呢,然后因为他听错了名字,本来是不应该叫到他,他就进去了。 然后台湾护士就说,李先生,还没有叫到你哦,再等一下下就好了。 只要耐心等一下下,然后开始就医的时候打针,然后我们陪他进去,然后小护士就会说,李先生,我稍微痛一下下哦,只要忍一下就过去了。 然后现场所有的北京男生已经不行了,就已经开始了。 然后我就在边一直笑,然后后期小姐我问说,啊,这位小姐请问,有什么问题吗? 我说,没有问题,就是觉得您跟我们北京的护士小姐一点点不一样。 然后对方说,哦,那北京的护士小姐是什么样子的? 我们北京的护士小姐是,叫你了吗?没叫你出去! 在台湾,我的北京朋友因为骑警车把腿摔了,所以我们陪他去就医。 然后呢,在医院里我们就遇到了台湾的小护士超温柔。 然后在等盖的过程中呢,然后因为他听错了名字,本来是不应该叫到他,他就进去了。 然后台湾的护士就说,李先生,还没有叫到你哦,再等一下下就好了,只要耐心等一下下。 然后开始就医的时候打针,然后我们陪他进去,然后小护士就会说,李先生,我稍微痛一下下哦,只要忍一下就过去了。 然后现场所有的北京男生已经不行了,就已经开始了。 然后我就在边一直笑,然后后期小姐我问说,啊,这位小姐请问,有什么问题吗? 我说,没有问题,就是觉得您跟我们北京的护士小姐一点点不一样。 然后对方说,啊,那北京的后期小姐是什么样子的啊? 我们北京护士小姐是,叫你了吗?没叫你出去! 走进去喔! 哈哈哈哈